我是昕君 今天要來分享 能隨意改變GPS定位的 虛擬定位神器Altaphone iOS 只要下載軟體安裝後 與手機USB連結 就能輕鬆修改手機定位 讓你在家也能玩 吃下最夯的手遊 魔魔獵人Now跟寶可夢GO 我們廢話不多說 重點直接來 安裝程式 手機USB連結後 就會出現主介面 連結時 會讓你選擇你要連結的裝置 就是你的手機 那第一次使用這類軟體的話 需要先依照教學 到手機設定 隱私權安全性的地方 把開發者模式打開 這樣軟體才能幫你修改定位 只要依照教學走 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手機重開後 再次開啟程式 就會定位到你的位置 像目前這個示範的位置 是在台北市丹森林公園 接下來的操作也非常簡單 左上角可以輸入坐標或地址 想去哪直接輸入就行 好比說現在我想去木柵動物園 直接搜尋 就會調出相關訊息 選下去後 你的定位就會瞬間移動過去 此時地圖中央 會出現一個倒地石 是軟體非常貼心提醒你 假如你要拿來玩手遊 建議你使用瞬移後 等個3到5分鐘再玩 如果不想輸地址也沒啥問題 地圖直接放大縮小 點擊你想去的地方 按下開始修改 一樣能瞬移過去 這個瞬間移動用法 是第一種方式 而在畫面的右上方 有一排公司樣操作方式 瞬間移動法 就是第一個選項 再來畫面右上方 第二種方法 是單點移動法 我們先講左側的使用細節 在這邊你可以調整移動速度 每秒1公尺 5公尺 10公尺 都是可以的 系統以用圖示告訴你說 這樣的速度 大約是騎腳踏車 急車或是開車 然後你可以選擇 這個路段是要往返 或是走一個回圈 一共要來回幾次 往返很單純 就是從A點走到B點 再自動從B點返回A點 回圈則是你從A點走到B點後 會瞬間移動回到A點 再繼續往B點走 總共次數 就看你設定幾次這樣 單點移動法 也是對符合人實際走動的方式 好比說我目前要從 大安森林公園 走到旁邊的巷子裡 系統就會安排走一個常規路線 只能走在道路上啊 遙控馬路之類的 接著我們來看第三種移動方式 叫多點移動 一樣可以設定你要的移動速度 行動方式和來回次數 然後你就選一個你想去的地方 系統就會開始幫你移動 這個多點移動 以玩遊戲來講更方便 它不會走常規路線 而是依照你的點位直線移動 就跟我畫面上顯示的一樣 我直接橫穿馬路 裝過槍進到建築物裡面 再來最後一種方式 叫搖桿移動 這個只能設定速度 並且在選擇移動方向後 就會一直往那個方向直線前進 跟多點移動一樣 不需要走常規路線 可以橫穿馬路撞破牆壁 自由自在的移動 而在你移動的過程中 搖桿模式 可以隨時更換前進的方向 喔對了 如果你滑來滑去 突然找不到自己 右下角有一排選項能用 點下這個 畫面就會回到 代表你的藍點數 然後你用完不想用了 想改回定位的話 只要照著系統教學 都可以簡單搞定 不用擔心麻煩 接著就是各位最好奇的 真的能用在遊戲上嗎? 我找了一個沒在玩的 魔物獵人鬧帳號 實測給各位看 目前這個測試帳號 定位在大安森林公園 旁邊有個惡心龍 想打一下 就在AutoFone上 選擇多點移動模式 移動速度調個2 比較符合人類的速度 畢竟對官方來說 這屬於外掛程式 有被鎖的風險 就盡量符合實際情況來用囉 你飛來飛去 不見鎖你鎖誰對吧 總之都設定好後 按下移動 就會往你選定的方向前進 那在移動過程中 都是可以採集打小怪的 貓咪也會持續採集資源 接下來只要你的範圍碰到怪 你就自行決定 要繼續前進 還是停下這段移動 反正就能開始打怪啦 啊剛才那段 沒有採集畫面 怕你不放心 所以我再走一段 邊走邊打邊採給你看 順便再敲一隻毒妖鳥 以上 僅供各位參考 希望對各位有幫助 那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